我们看到双方的班球人情况 在天辉的是蓝湾战队 而在夜演的是老干爹战队 我们就不讲他那么复杂了 我们就直接还是称呼他老干爹吧 老干爹INT 其实Mistery和Pocket的这个几场纪联赛的比赛 好像都是我姐说的 当时Mistery就有一种大神当冠了 然后到中国一看个个都是高手 然后被欺负的那种感觉 就打得非常郁闷 就可能本来自己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的感觉 本来Mistery这个选手是一个个人能力很强 然后很有天赋的一个选手 但是他可能习惯于跟别人打的时候 天赋意识领先别人一个档次 然后再打 突然被拉到同一个档次的时候 他打不出那种优势 反而是真正打的时候 就可能低了别人半个档次的这种感觉 就特别不顺 他以前以为自己是龙游潜水遭虾戏 现在发现原来他是来到了龙的国度 所以现在的话 其实给这个老干爹INT一点时间 把自己的位置摆正然后去跟别人通场竞技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学习一下中国战队的这些风格 蓝丸一选了猛马 这一点我就特别佩服哪位战队一点 就是他们本来就是有一种高别人一等的感觉 但是真正到打的时候 他那种霸气他不丢掉 但是又能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准 就一点也不轻敌 这个我就挺佩服他们 他们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拿到第一次 这个TIE的这个冠军 然后第二次又拿了亚军 这两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哪位战队据说明年有可能会来中国发展 以前他好像也早就说过 以前不就有战队来中国发展 以前是那个PS 后来被你们打回去了 没有没有 其实我们后来也 后来到KSCN的时候他们还在中国 只不过那段时间他们之前被欺负的比较惨 后来就没有 后来我们训练赛也打不过他们 后来队伍 其实这些老外选手个人实力还是很好的 是很厉害 个人实力都非常强 比如说这Guard 我们在TIE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Danding的这个中单非常非常强 是 然后 但他会的英雄好像不太多 对他会的英雄不多 但是只要他会 他那个英雄就能打得非常的有灵性 现在选手评价说Guard的中单 有可能跟Danding是一个级别甚至更强 我不知道是他捧他呢 还是在怎样 还是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也非常感兴趣 因为之前这个战队的比赛任何的训练赛也好 比赛也好都没有看到过 他们的学人也是非常有个性 这个搬蝙蝠搬了死问 而且在第一个搬人的名额里面就搬了死问 然后是拿了拉比克和露娜 Danding是靠一个拉比克打败了多少女性玩家的心 不是不是是打败了中国的小娜加厦潮汐 玩破 我今天才知道Loda又组了个战队 然后他又跑瑞典还是那里去 又组了个战队 他本来不就是瑞典 然后组了个战队的名字叫Noth 然后那个战队的图标是一个潮汐的脸 然后画了个叉叉 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 我记得以前好像也有个战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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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调 队名是调侃另外一个队的 那是哪个战队来着 队名调侃另外一个队 没 是No E-Home还是什么 没有 有一个 有一个蒙古E-Home吗 不 我记得好像是调侃E-Home的一个队 Go Home吗 我没听说过 忘了忘了 有有有真的有这么一个队伍 面积大了 那我看一下两边这个班选吗 好 二选通宫女王虚空假面 是决定拿虚空来打Luna 我想起来了是E-Not Home 以前是有这么一个队伍 对我 他们No TH是针对谁呢 难道是单车 这肯定跟我没关系 我跟老大没有什么交涉 是吧 打过打过几盘吧 打过几盘 很少 虐过没 虐过没 肯定虐 不过当时网络环境不是很好 我有点忘了 反正他那个时候用的很奇葩的一些东西 什么毕章船长莫名其妙 毕章船长 没事在那绣毕章 然后关毕章的时候被远程兵打死了 还有这么一道往事 那你记得很清楚啊 反正我记得这么说 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打的时候 反正我记得这么说 我这一幕的印象特别深 他没血了不走 在那绣毕章 然后开毕章打一刀 然后想把兵权清了 结果远程兵全都一死血 四五个远程兵一顿骑身 毕章没绣好 被远程兵打死了 这一幕还常常在梦里出现吗 我罗达以前是我的偶像 刚出道的时候 可能很多的玩家都是把罗达当偶像 罗达和 其实他当时 罗达和AK组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TT 他们在SK后来组的TT 打这个MYM就是世界上最强的两支队伍 然后从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主要是看这个AK的第一视角 去学他那个位置 而罗达那个位置的很多任务 就是交给徐志雷来学习了 我注意到THD 这一个非常热门的辅助位置 并没有在第一轮的选员的时候被选到 然后是在第二轮上了Banlist 而SD这个原本应该来说 非常克制虚空假面的英雄 是被老关天战队自己绊掉的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应该说 牧师的虚空假面 就是被对面的SD 克制得非常的惨 虚空假面这个英雄 因为一些出 其实出BKB的这个近战DPS都会被这个毒狗克 是的 很多很多这个主要是出完BKB以后 就算你有分身 他这个大招对你丢 然后包括这个毒狗的一个C技能 对你的这个持续造成的一个诅咒的伤害 也是都是非常的高 然后一个D的话 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 可以打你这个输出的目标 对 救人非常好用 这是一个特别 可近战DPS的一个英雄 那这一盘的话 没有选双头龙也是 在意料之中 他们这两边拿的前三个英雄都非常之关键 是这个双头龙替代不了的 像这个老干爹这边拿的拉比克 黑咸还有Luna 但是老干爹NT这边拿的阵容 如果是配Luna这个DPS的话 我怎么感觉他们后面还是得拿点大控 如果没有大控的话非常难打 而拿大控的话Luna本身手不长 然后DS也是一个近战 那他大部分的这个大控都是近战 所以他们这个阵容可能手会非常短 这边光法是被强调了 我正想说拿一个AOE非常强 例如常光法这样的英雄 他拿这个光法应该是去保马格达斯走类似路的 然后通过女王中单 然后再加上一个酱油去保虚公甲面 你看到这里老干爹的阵容就是有点漂亮 老干爹NT拿了一个魅惑魔女 两个野区英雄 这样的话应该是魅惑魔女去打野 黑暗贤者走猎丹 去混血 这个英雄走猎丹的话 那现在他们会不会拿一个潮汐去做中单的英雄呢 哪边 你说 保敢贴 不好说 拿潮汐不是不可以 而现在蓝湾战队 我要是蓝湾战队这边的话 我可能最后一手会拿一个 其实可以拿巫妖 如果拿巫妖的话 就可以在优势路放猛马加光之守卫 然后去推塔对抗DS 光之守卫的E 对黑暗贤者前期的消耗能力非常强 如果他没蓝的话 马格纳斯可以轻易的压住他 加上马格纳斯蓝非常多 加光之守卫的话 应该是可以顽客烈势路的黑暗贤者 而对方的这个魅惑魔女的话 大部分的情况应该是会走这个自己的优势路 那这样的话 他们这边走优势路的话 优势路人多 配合上一个巫妖 如果在这个蓝湾这边的烈势路 可以把这个烈势路的烈势降低 但是非常可惜巫妖已经没了 他们选择了暗影萨满 暗影萨满的话就应该是一个常规分路 就是这个烈势路的光法加马格纳斯 然后黑 然后让虚空假面和萨满去打黑弦 看他们出门的情况吧 第一集学了一个D 獠牙冲刺 选D的话呢 肯定是去走一个烈势路了 事实上萌马这个英雄 现在大家开发他 无论是走中路还是走烈势路 你有没有发现他始终都是依赖自己的蓝量的 对啊 这个英雄就是靠技能吃饭的 对 所以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像 让敌法这样的英雄去跟他对线 敌法啊 对敌法主萧蓝去跟他对线 对不住 出一个这个那个穹鬼盾 我觉得就可以对住他了 出穹鬼盾跟萌马没什么关系 就你主萧蓝萧他蓝啊 是对远程啊 萧蓝 萌马没事拨你一下拨你一下你就没血了 他没蓝就可以了 直接跟他对线就可以了 他不是靠蓝上线的 他不是靠蓝恢复 他是靠这个魔瓶和其他的加蓝手的 所以这个敌法师是克不了萌马这个英雄 而且敌法师前期的血量和属性是跟萌马对线实际上是非常吃力的 除非要是一个酱油 哎呦这个地方是 要不是虚空假面的话 那就黑了 唯一就是虚空假面能飞一下 要浪费一两棵树 好现在是三个人 然后对对方下路DS 三个吗 三个 三个 这个光法不是在上路的 就是让萌马一个人去混的呀 萌马一个人上路啊 萌马一个人去打LUNA 那还是一个让Carry去对萌马 那这个LUNA出了绿鞋以后就无限压了 这个地方 一几声的是电 去压人 我一几还是不学电 我不喜欢学电 压人的话也不喜欢学电 学E的话 其实E的伤害也不低的 而且你还可以多A他几下 伤害的话 尤其自己在有队友配合的情况之下 应该是比电要高的吧 我就说你一个人打他 你的这个拉也是有伤害的 哎呀他想过来配合这个半人马可汗 想法很好 不会少很多 想法很好 但是没有能够踩住 第二个人马 又来了个人 又来了个人马 是的 这地方三个人 好举起来往回拖 这一次能不能拉住踩中了 第二脚 一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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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能不能反杀一个 好的反杀一个 有没有第二个 不一定 这个肯定不能跟两个大人马刚 支持混乱攻击 这是给人马加速加错人马了 往里面走 有机会 这个死了 萨满死了 这个小兵卡位啊 卡了自己人的位 两下A死 好的 这个两个人马进塔还是非常给力 这样的话是 老干爹是打成了一个钢三 然后上路是一个Luna去单 那这样的话这个分路就有点尴尬了 我们看一下下补刀情况是中路的帕克最高 帕克反而压了这个QP啊 BRX他写的了帕克 然后帕克选择了Luna 嗯 他是一个擅长于战线补刀的一个选手 是的 他这个虽然说前期我们看猛马很凶的样子 但是到Luna这个前期属性啊确实不高 他只要他出到一个绿鞋 这个这个猛马就拿他没办法 他现在已经是他剩了两级的月之祝福 他就是骨刀啊 骨刀 好 这个地方是用一个大雄怪 是配合拉比克又是击杀掉的地方 他等于就是用拉比克跟小路形成一个组合 对 还想再拉一下吗 4-5号位的一个组合 一个长时间空加上一个后手 小路这个后手非常给力 谢谢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刚才非常精彩的一个医血的情况 一个回放 这个地方是拉回来光法 马上人马是一脚踩住 是的 连续踩住以后输出 然后这边拉比克是跟光法一换一 但是后面的话是这个 呃 因为兵线是已经进塔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人马还没有扛塔 就可以轻松的往这个树林里面冲 是的 是利用了一波自己的兵冲塔以后 再次击杀了这个SS 这个地方的话又是这样一次配合 这样的话是一个打野英雄带上一个高控制和一个可以断兵的DS 是轻松的把对方的优势路给杀崩了 这样的话是前期打完DNT是打到了一个5比1的开局 这个开局非常的顺利 而且这是一个三人路去压住了对面有 虚空的那一路 对 这样的话虚空的发育非常的不好 所以说这个经验方面还是非常不足 是 在对方小鹿打自己的野区的情况下 应该马上一组眼就是把他们的这个大野给封掉 这样的话小鹿就不能持续在野区这个混了 没有做出及时的应对 我们看到现在他这一个雪人就是一个组合 小怪可以套上黑暗闲者的李子盾 还可以加速 对 然后再利用自己拉比克 配合拉比克的一个先手 然后用小鹿的召唤物来后手 就很轻松的可以冲塔杀对方 是 他们一下子没有经历过这样非主流的分路和选人 对 中国战队之前有用过这种战术吗肯定是没有 这可一下子打懵了 这还不如我前面说的 就是如果说按我前面那个分路的话 上路应该是一个虚空假面配乌妖碰上对方的LUNA 而下面的话是一个双AOE碰上对方的钢三 应该是顽客对方三路 虚空假面下是1400块钱在手 却没有买装备 这是准备要出点心手吗 如果是双AOE下路的话 就是也去放眼 然后配合上MOMA和 直接冲进去了 光法的AOE可能光法也会被杀 踩一脚踩到两个人 小鹿这个地方没有开出自己的自然的祝福 这个熊怪跟着光法 光法应该是要被烫死 光法这也被烫死 又杀一个 虚空假面大招打出一个晕 就是冰装备伤害非常疼 好的 这是杀掉了这个对方的拉比克 虚空假面有W 所以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虚空假面是没什么威胁 这一波的话 虚空假面把这个 拿了两个人头吧 打回来 打回来一点 虚空假面现在是直接可以出点心了 1900 那张一来的话 比分在6分钟的时候变成了3比8 现在打比赛的话就是切记不能常规分路 如果是常规分路的话 你就要做好随机应变的一个非常迅速的调整 这个对于指挥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你要在短短的时间内想出分路 自己还要操作自己的这个英雄 买出门装和前期的部署 之后的话再想到对方有可能是什么分路 然后再立即判断应该怎么样换路 才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看一下中路的回放 前面中路是这个地方帕克 是单杀了对方的QP 没错 这个镜头的话我们是下路一直在打 所以也是没有机会看到 我们的回放也是可以把这些遗失的精彩镜头 可以给弥补过来 虚空假面很奇怪 2100块钱他不出装备 帕克也过来看到了 帕克没大 但是这边的话一脚踩住还是能杀掉 这小路已经 小路多少截 痛苦女王双倍 痛苦女王双倍过来一个波 大招大档 大到了小路还是带走了小路 但是后面露娜一过来露娜7级 露娜这个时候过来那只能拆塔了 拆不了塔就亏大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光法和露娜不走 和这个小歪不走 这两个英雄都非常的需要等级 两个人再一路优势 再一路的话就非常的吃亏 这样的话是被对方冲塔轻松带走 现在因为黑暗闲者已经是出到了非常豪华的装备 先锋盾加上一个小魔抗 所以说在前面扛着哪怕是能 哪怕是扛塔的话他现在也不是很怕了 8分钟魂戒魔抗魔棒先锋盾 这肥成什么样子了 给谁写无敌啊 是啊 所以说忘了说了这个garden 他打这个你打得动吗 能杀吗 自己先死 真的能杀 真的能杀 虚古甲面先死 然后魔马过来 但是好像没占什么便宜 是的 接着拉过来 光法又是一波 他想往前飞吗 飞过来的话你自己有问题了 买活了吧 这对面买活了吧 这边被沉默一大 帕克过来又被带走了 帕克过来是把QP带走 是的 DX买活 后面想要杀Luna Luna反杀一个 偷了一个獠牙冲刺吧 他应该是偷了一个波 偷了个波 刚才减速也没有减到很多 帕克一个波进来 被五个人围红 五个空险真的很想杀 反而是造成了帕克的一个三杀 继续断兵 这一个塔说实话掉了 可能反而好 现在不掉始终想守 越守压力越大 越守越亏 关键是在这个塔前的应对 他们始终觉得站在塔里就很安全 是的 这个是经验不足的选手 很容易犯的一个失误 就是 这个女王虚空已经穷成这个样子了 其实虚空还好 她也不是很穷 女王很穷 女王反而更穷 女王被这个帕克单压然后加单杀 是 虚空现在还真不是特别穷 我们看一下总经济的情况 黑暗闲者遥遥领先4600 然后是LUNA4000块钱 帕克的3400 3500了 凶甲妹应该有钱没拿到身上 装备 应该是已经全部拿到身上 她刚才是2000块钱在身上 2000块钱的话现在 没了吗 2000块钱全部换了 她刚才说实话 我觉得她刚刚到2000块钱是7分钟 7分钟的时候 她已经可以把自己的点击手买回来了 买点击手这盘就黑了 这盘肯定不能买点击手 我觉得她现在就是拖 她现在就是靠 就是靠自己的队友去拖 点击手没得拖 点击手没得拖 不是啊 你有光法拖 要不是靠你拖 不是你点击手 升等级 然后呢 你7分钟能出到点击手 不管怎么样我都出的 她现在就掉了一个塔 你是单核靠虚空啊 女王这个核已经废了 你看她现在这个情况 出点击手不是被各种的 过来大招 一个大招 杀露娜 一个大招过来大到两个人 这还要F抢人头 就是这个 过来一个大 大到两个 好的非常漂亮 但是帕克现在过来 熊甲面要死 这一次是整体装备上有一个差距 继续的往前追 这女王真是惊了我个呆啊 你打完以后嘛 直接F就好了 还等到最后一丝血F抢人头 然后熊甲面多打了两斧头 被干了 这个就是有点打路人的感觉 他可能是想让自己补一下经济 这何止是打路人 这是打菜鸟路人局 他是想自己补一下经济 因为熊甲面比他还稍微负一点点 这个地方的话是被 拉比克一垫加上面护魔女一镖带着了 是的光法 对方已经到他面前了 他还在那个地方装无聊 还在这个这个斩冲击波 然而是但是有点没看到 爱因萨满非常的穷 穷到什么都没有 主要是等级没有 那边帕克已经是跳刀了 然后呃 现在看一下装备的一个差距 比较关键性的装备 这里马上都要挑战了 其他 那 Luna现在就是一个战股 战股天鹰界大魔棒还是很肥啊 战股就2000多了 天鹰界也是一个1000块钱的道具 这是一个文不提升的装备 前期都是堆小剑 然后的话就是BKB BKB加分身斧这样的道具 这12分钟经济差距已经1000块 1万块钱了 Luna这个英雄前中期还是非常需要属性的 就是直接去装这个甲腿 甲腿夜叉什么的话 就是其他属性会非常低 那有天鹰界这个光环支撑以后 加上魔棒也是有一点属性 战股一个全属性加9 这样的话属性的话 现在已经是力量加了15点 而且有金明之鞋加上天鹰之鞋 这个魔法和血量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稳步回升 对 这样的话属性装多了以后 打野也是可以稍微轻一下 是的 属性比较低的英雄前面前置轻野就非常难 这边小鹿是梅肯了吗 梅肯出好了 这个是 那个DS是在出笛子 已经出好了梅肯 13分钟 8级 这边是19比8的一个人头 好 光法在这边开始拨 虚空假面下路的话继续不发育 继续拖 现在开始要绕后来 这一波感觉蓝万要黑 这波肯定已经黑了 已经黑了 已经黑了 先拉光法 先秒光法 都得死 反正这个差不多 光法的话也是两下 一个臂也是没有什么效果 是的 这个塔的话还是没有拔掉 这个虚空假面这个就过来干嘛 这个时候 好像不错 漂亮 这三个人居然打对面面团了 但是对面怎么突然全部掉线 对面全部掉线了 这 我们要暂停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裁判是帮忙暂停了一下 对面突然一个全部被击杀掉 之后呢 这个LUNA是被赶过来的这个其他队友是想要TP 然后但是被猛马的一个獠牙冲刺是留下了 然后是击杀掉 刚才这一幕我们看到LUNA是直接开了战鼓过来 但是这个大招是被绕视野了 接着冲过来 杀掉了虚空假面之后想要TP 但是猛马看到了之后直接一个D留住 然后被一顿围殴 诶 这边Mizuri很卖萌的在公屏上打了一个boss 这是在忽悠谁呢 打你一个不相信 马上要笛子了 把这边女王刚才那一仗 应该是收获了不少的金钱 现在接着要在11级的时候出到BKB 也是一个关键等级要出关键道具 这KOP的一级大真的是太弱了 是的 伤害跟还没F高 伤害是350 比F高一点 以前没有F高 以前是290 关键是这一级CB时间呢 现在这些一级大招的话 主要就是靠CB时间 包括像Lion的大招 Lion现在三级大招一直放 可以一直放 是的 是的 哎打boss了 这还是真打boss 然后给冰甲 给了冰甲之后让DS扛 已经不掉血了 护血太快了 是的 其实打还打得挺慢的 固理输出不是特别多 差给 Luna是拿到了这一个不久盾 帮马跳刀 这是关键时刻出到了自己的装备 DS7000 PAK6000 女王6000 Luna6000 Luna死了两次 导致自己的经济情况啊 Luna经济一半吧 其实 RNT这边 老板店RNT这边 前期的一个优势非常大 然后这个Luna的话 也就是来下路受了一波人头 之前的话这些人头跟她都没什么关系 所以她一个人 虽然在上路补刀补的比较多 但是经济确实跟这个DS还是不能比 这确实就是一个打架型的后期 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打好架 你的经济就好不了 虚空这个走位算是有点 算是有一点激进的 这般虚空打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前期在三人路打崩的情况之下 其实其实她那个点还挺负的 该抓的点还都抓到了 然后跟这个猛马和QP的配合的话也是比较及时 好 这个地方蓝弯是一波开悟 我们在小地图上看到的是橘黄色女王在画了一个圈 这也是想要来蹲虚空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时候对方会来抓虚空 因为中国队网友会在你二塔前面你在安心补刀的时候 看不到人的时候不会来抓虚空的 中国战队经常这样 对面要来的话 他抓虚空肯定要看到你别的路有人 别的路没人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出来的 一个悠鬼站在二塔前补刀 然后憨憨厚厚的五个人冲上去打一个鬼 那就黑了 被一个猛马踩五个 然后罩子一罩QP一个大收割 现在看到LUNA在下路 然后中路也有人 知道对方不会来抓 这盖的又出了一个板甲 啊 强袭 嗯 出长袭啊 就给LUNA出长袭吗 他这个出兵甲 兵甲吧 出兵甲 什么用啊 强袭给你 强袭 这不的话是帕克进来 拖了个虚空的四级W 找了个推塔怪就怪好 但他们现在推不推的动塔是一个问题 他们现在推塔的话就怕被猛马先手打 别的都不怕 这个推塔的时候优势推塔被对方的团空阵容打的时候 就是怕这种 最好的节奏就等对方来推 等对方来推然后打散把对方打散一个一个击破 现在虚空回家补一下状态 像这种单个的猛马和QP在这种帕克面前一点用都没有 单个英雄 虚空甲面已经出到BKB了 虚空甲面BKB 这次准备要主动打开了一个雾 已经有一部分对方的视野 这个地方是为了虚空敢不敢跳 跳过来 先手大到两个 直接先打两个 打得很大 BKB也没开 秒到一个 两个 这个也能死 好的 下两个换了一个萨满 是的 现在卢娜这里大招也已经开了 打卢娜 打招过来应该是一个团面了 盾打掉 然后打DS DS被晕 准备换掉一个猛马 这边的话现在是1-2换2 女王 打掉一个盾 女王要挂了 然后的话是2换3加一个盾 这边是爱因萨满又复活 看出来的话还能不能漏到人头 这地方再重追一个光法 一个波 好的 带走 老法实在是太脆了 现在自欺 因为是死了四个 天灾方死了三 死了两个加一个盾 老外点安提这边优势还是 主要这波还是有盾 没盾的话就赚了 有盾就亏了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盾 其实不是特别的值钱 因为其实时间只有6分钟 这边一赛满胆子略大了一点吧 这边一赛满胆子略大了一点吧 这个阵容的话 我是我的话 我就出伤势了 还有个小鹿 DPS给力 我看他这样子应该不会 估计还是要出兵甲 让自己飞 修光仔先手 搭到了两个比较关键性的人物 但事实上小鹿还差一点点才秒掉 也是浪费了一些DPS输出 而Luna在后排的时候呢 切后排的人 自己的输出其实感觉有限 Luna这个时候主要是靠技能嘛 这个普攻的输出 要等到有换衣服以后 才稍微表力一点 是的 抗着塔 小鹿利用自己 给一个自然之助的技能 怪扎水 这个怪 你这个怪扛塔本身 你扛是扛出来 但是没什么伤害啊 打塔不动啊 他们只要高兴就好了 这个Luna现在一些技能的伤害也是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一个300技能点的伤害打在没有魔抗装备的英雄身上就是刚好225 这个字体颜色还是很改一改 神刃伤害 技能伤害 持续伤害 或者是中毒 可以变一下 就想撩牙冲刺一下 但是帕克的话是马上马上用这个跳刀 不给机会 女王这边没吃到服 下路也不敢战线了 这是要跟虚空配合一下 看能不能杀心上这个人 那有没有机会 有是有一点 好的 肉上还有三分钟刷新 因为在天灾的是老关爹int 所以说他们对于肉上的控制应该要进行的更好一些 Luna是再添一个夜叉 其他的关键性装备我们看一下帕克还差多少可以扬刀 还差1600 而金钱差距现在双方已经是拉到了14000 经验差距也是有10000 整体来说还是狼裂战队要占据一些优势 但是蓝湾战队这一套combo打下来的话 情况还不好说 他们这套combo的威力是非常大 而且他这个越往后打小Y等级高了以后 技能也是更加有用 小Y前面就是一直死一直死 等到这个10级11级以后 他的这个技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那个时候如果几个三合的这个队友装备给力的话 能刚住正面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是的 随便放一个技能对面就要死一个人 当然要配合出来才行 好 这边单刀 Luna是一个特别能去拆塔的carry型的英雄 这种拆塔的carry型英雄一般就是德鲁伊还有Luna 而Luna是亲兵能力也非常的强 他关键要自己的队友在前面扛得住 现在肯定要跳过来 大招直接打 强杀Luna 这个大招 偷到的是一个暗影突袭 没有偷到大招 偷了一个最没用的技能 女王的反应也非常快 这也没反应吗 反正就fwd呗 就是一通乱丢 那就是运气好了 我觉得应该说是拉比克没有打酱油 他是打酱油没有跳刀 跳刀的话这个技能就好偷多了 一切麻烦的那也跳过去随便偷 不过他想的也是偷这个女王随便偷一个技能我都有用 偏偏偏就偷到一个毕首 挺倒霉的 缘分吧 其实女王的话他最好要么是大招要么是闪烁 其他的技能还是 闪烁和大招是好一点 对 还出了西瓦 他哥现在想在这个地方把自己的阳刀先打出来 但事实上他的动向对方都看得到 好 好的 又现在这边的话是马上就要刷新了 他卖的东西卖了瓶子 卖瓶出洋刀 还好有磨棒 磨棒的话卖瓶的时候我就会舍得一点 没有磨棒没有磨瓶就感觉没有安全感 但是这一次的话对面似乎也是不肯放 这一波的话经济差距有点大 DS和LUNA特别的肥 DS直接扛 所以这一次打流伞并不是特别伤 抓不了了 来不及了已经 是的 不抓了 打掉了肯定就不敢来抓了 结果是开悟要追 开悟反追 帕克一个多 帕克一个多 肯定是能留住人 留住一个 虽然是留住了一个最没用 但是你还这边 如果回头的话就是团灭 这就是死一个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光法都先买活 这个防守真是全靠光法 我垫后我垫后我能买活 现在这一辆车子没了的话 上高地又不容易了 女王还在下路带 这就是选择了虚空加上光法萌麻 团厉害 防守也厉害 这个主要就是不能被对方在外面抓住人 如果是抓死了人的话 那就难了 现在要拖 拖到这个盾梅是好打 盾梅的话随便秒一个都可以 而且露娜这英雄本身就好秒 相对于其他carry来讲 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秒的carry 而且还手能力不强的 没有位移技 诶 直接给站上高地上来了 对开了笛子上高地 这个不科学啊 怎么直接给站上来了 看走位了看走位了 拉比克 避一下啊这个高地塔被拆了 这路要没了 这塔房开的也太晚了吧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要不要冲敢不敢冲 怎么直接被对方站上来了 这前面两个大肉一个有盾一个那么肉 就是趁着露娜还有DS可以在前面扛住 先消耗一下 小鹿掉了 老干爹又是小鹿断开了连接 看来今天的东南亚的服务器还是不是特别给力 希望这一次应该是可以早一点流过来 刚才那个应该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是 那么虚空呢是出了水晶剑 诶 这不是马来style 水晶剑也是现在虚空斩面 大炮加那个什么金箍棒 不出啊 直接先疯狂面具BKB 然后大炮 他们是不出狂战的 这也是不出狂战的 当然这一个是 这个他是没办法出狂战的 对疯狂面具他都没出 他就是要打一个团控 对 打团控和爆发嘛 是的 就是要秒人 秒不掉的话就自己 那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些关心的装备 西瓦 杨刀 马干爹战队是各有一把 然后梅肯也有 战鼓也有 战鼓也有 反正团体BUFF都有了 还有一个天人界 就差一个技品了 如果再来一个技品的话 那就是万事具备直前推塔 全BUFF 而反观蓝弯这边梅肯有 笛子就没了 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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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刀 西瓦 加上战鼓都没有 所以说团队的作战能力上 确实是有一些差距 而且本身现在经济差距非常大 经济差现在是 5万8对4万 一共是1万8的一个经济差距 而经验差距呢也是有1万4 虽然说这并不能够完全的体现出一些东西 但是数据总归是这种优势累积的一个基础 是 这个光靠反扑打的话也主动权就一直不在自己这边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路是在准备 小路已经是憋到了2800 出位障 出位障了 还差 还差一千 还差几百块钱 而且本身你作为一个大昼流的话 你只有一次机会 对方上高地 你要么就团阅对方 要么就是被Luna推到死 对 而现在看起来推到死的可能性比较的大 而且Luna已经分身辅了 现在这个装备上面领先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那么这一场比赛的话 但是你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蓝湾战队前期这么大的一个烈士呢 就是被烈士路打到了 分路 分路主要是分路 跟其他没关系 还有一个是中路的这个女王打帕克被压了 对 这个不太应该的 女王打帕克 然后被帕克单杀一次 其实 被压就不太应该了 还要被单杀 这个就收不过去了 各的能力差距有点不是一个档次的 在没有人来帮的情况下的话 女王应该是能压到帕克的 不过怎么说呢 就是曾经很早的时候 就有这个女王对帕克的这个对线 当时是这个PGG的 PGG的这个帕克打Loda的女王 当时的话就是这个帕克压了女王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思考 在争执这个 这两个英雄到底应该是打成什么样 后来总结了一下 两个人都稍微保守一下 被单杀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两个英雄都是有位移技能的同学 对 而且是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就是说女王是得到了一个增强 然后帕克的那个向位转移 虽然说是不耗蓝可以经常用来躲技能 尤其是躲女王的这个D和F 但是的话就是女王只要技巧稍微好一点 对线经验足一点 就是被躲技能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你这个推线推过去的话 因为女王的CD比这个帕克要短 所以控服的话不比帕克差 对 关键是女王这个英雄 他前期的攻击力和弹道 都是比帕克要更优胜一筹 对 稍微优一点 对 而且他的这个位移技能 不像帕克那样 帕克是威力 就是伤害加上位移技能 都是急功于玉体 他这个R不太敢乱放 相当于 相当于这两个英雄 基本上是平分秋色 大家各自补刀 就看谁补刀基本功好 就是帕克可以 就是帕克可以阴影下 就是前期不跟你拼到六级的时候 隐藏自己的这个F加点 就是把F的点放到W上去 找一套薄发把你杀了 就是让你想不到我这个没学F 然后是多学了GW 好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 已经是给了Mistery通牒了 是的 只有两分钟我们还可以等他 如果等不了的话 我们就要这个 强行的开始这个4v5的游戏 没错 我们也不能无限期的等他 主要是观众不能等啊 观众是上帝啊 现在他们本身优势也比较大 我们规则上这些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连进来了 还好还好 终于连进游戏了 那这样的话 看一看老关键战队的这一波推进 会如何进行吧 双方选手 准备完毕了吗 OK就准备完毕 马上继续进行比赛 其实我前面说到那个点过 PGG前期压了lowdown 回头过来就是一个空打 而且还是开了BKB的空打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闹哪样吗 然后很high够的走路走过来 等着被扬 求你被扬 还得买活倒是 这黑了 回声被偷了大招 被偷了个大招 但是这个被光法拨拨的有点烧 他就这样的话 门马过来 踩脚大招 大到挺多人的 但是这边是有盾的 然后两个最肉的人被大到了 问题不大 回声又偷了个猛马大招 偷了两个大是吧 是的 但是这个CD已经是非常的短 然后回声偷了一个猛马大 Luna现在是开了大招 开始A人 打了半天 女王还穿过来 那你不是死了吗 这个这样的话 又再一次站起来的Luna 开出BKB以后 这样的话基本上 回声从另外一个方向上来 好这样的话上路已经是告破 没错 刚才这一次空大实在是让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他们可能是想想着你刚刚是吧回来 现在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打你一个出其不意 刚才是想好了吧 好我们看一下这波回放 就是在这一个 惊天地气鬼神的空大开始 你空大之后你就回头走就好了吗 他是不停的往右走 空大们就往回走 好了呀算了呀 他往右走去去找这个park 这跟刚才暂停说好的剧本不太一样 刚才暂停的时候 这个暂停完了 我们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剧本 我跳上去就开BKB 然后大动三个光法一个波 然后猛马接一个大 KVP接大架F 我们团灭对方 上去一看开了个BKB一个一个大 跟剧本不太一样 这导演不知道怎么演了 还好这猛马大是没了是吧 这个猛马的大如果刚才留着的话就打断了 猛马的大留着他就把这个东西卖了出个跳刀 拉比克其实现在就是逆法跳刀很关键的道具 我现在打4号为拉比克我也喜欢出跳刀 就这两个就这两个这个道具 跳刀能保证你拿到对方的关键线的道具 可以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关键线的技能 然后把这个关键线的技能用的很好 偷也好偷了 是 这波下路估计就失手了 9级的萨满 20秒复活 拖一拖 这波没波动 没波动 没个段好 你这个波能持一点波吗 这个笛子也就几秒钟的持续时间 这个DS要干嘛 DS要干嘛 要等你打我 打死我打死我我想死 我的名字叫DS 好 这个路就轻松的破掉了 这个墙放的也挺诡异的 竖着 横着放 开BKB上来 直接敲Miserie 好的 这个女王一个大把Miserie敲掉了 这个都不划算啊 两个大招两个BKB就打一个小路 这个地方的话攻击速度也是有点慢 被拉比克拉了一下 BKB时间到了 没有能够杀死Luna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DS血量很低 两个人他其实想闪烁上去杀人的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拉比克 这个拉比克想干嘛 偷了个大招 但是 改过了 这个大招现在是不能阻止虚空的行动 你想说这个吗 我在想刚才拉比克动了吗 没动啊 干嘛 他自己被招住了 是啊 自己被自己招住了 是啊 这个大有什么用 乱放了 他偷了嘛 反正要死了 赶紧放掉算了 自己放个大招 然后帮虚空助攻加一有没有 反正要死了 怎么会放一下 放了个大招 虚空在打自己 自己还不能动 是的 反正打住其他人 其他人都不能动 终于是虚空的这一个大招 算是另类的被增强吧 另类的被增强 2900 BKB已经好了 还是出BKB 虚空的大招最好的一点就是破BKB 这是最好的 是的 还能反应 他这个大招真的是挺特别的 好肉上还有三分钟刷新 能阻止对方出miss 还能阻止对方隐身 还能什么来着 还能阻止对方动 这一道波有没有那种动画片里面 一键戳在地上 然后就一道那种蒸汽过去的感觉 哦 你想说这个波做的太一般了是吗 漂亮啊 你看这个球就有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一坨东西飞过去 元气弹啊 元气弹比这个气势要强很多 元气弹是吸收这个星球上所有 所有的生物 他不是吸收 借 借用 这个说的非常好 打不过 打不过 打不过幻象 要飞幻象 还有这个Luna的弹射给弹射了 回去补一补 玩命一波流了 现在已经玩不了命了 小路已经掉线 无所谓了 不管了 自己队友双控一下 打的就是你这个掉线的家伙 然后开了大招过来 哎呦 这一个Luna大招伤害非常的多 普攻也是开始给力了 等级高了以后Luna的输出还是非常厉害 这个英雄的话就是到了后期以后 技能的成长 装备的提升 还有加上自己本身三维的一个成长 就非常的给力 那这边是偷到女王一个大招 回程给了女王一个450 这个帕克的沉没空了 就把人往回拉 这应该是一个1200 他在技能上写的是一个冲刺800距离 但这个明显距离位移的距离不止这个800 是的 好 这样的话直接拆这个最后的基地 哎 太语连回来 这小鸡 这个A仗的输出好足啊 捏拳节奏 好的 终于是把这个基地拆掉了 这样的话是恭喜老根迪RNT1比0领线 我可以做的 那我们就这样一下 什么事情 我现在就这样做了 这个小鸡 就是一个小鸡 可以做的 我们就这样做的 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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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错